接下来我们来热身一个引力场位能的计算 跟零位面变换的问题 他说地球的半径是大而且均匀组成 地球表面的重力场强度是G 则距地面二分之R处它的重力位能到底是多少 各位有一个关键的地方 距地面二分之R表示距地心是多少 距地心是二分之三R 你如果是要算怎么样 算地球外面的引力场 我们的公式必须要从距地心起算 所以距地面二分之R表示距地心是二分之三 好那你说老师太简单了吗 我就代公式 负的二分之三R分之GMA 好那你整理一下 变成负的三分之二R分之GMA 可是呢这种问题其实你做久了以后 你会发现一件事 题目并没有直接告诉我大M 如果告诉我大M的话太简单了 好这样烤的东西太少 他告诉我们说地表的重力场强度是G 所以呢我必须要做一件事 把什么样把分子分母同成R 那这里变R平方这里变R 各位R平方分之GM这叫什么呢 这个大R平方分之GM这叫地表的重力场强度 所以这里是负的三分之二MGR 好第一件事情各位 你们觉得MGR有点灭熟 嗯满像是MGH的 确实涨了像能量的单位 我说一个物理一定要对 单位一定要对 这小时候奠定良好的基础 如果你算出来呢 叫做GR不对 MG不对 这G分之MR不对 好各位你要像MGH MGR 这个才像是对的样子 好再来你说老师 为什么是负的呢 好各位很简单 我刚讲我们以无穷远当年约面 你以最高的地方当年约面 那其他地方的未能通通都是负的 好除非你变换年约面到某一个值 否则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公式的运算 以无穷远当年约面 好这个未能就是负的三分之二MGR 好所以第一题很简单 来接下来第二题 那距地心二分之R处 它的重力未能多少 来各位 刚刚是距地面二分之R 那现在是距地心二分之R 在地表下二分之R 那这个公式呢 我们前面已经推导过了 所以在这里呢 我不多做这个运算 叫负的八分之十一 大R分之GMM 那有时候考试嘛 这个有个小建招 什么叫小建招呢 就考试老师考来考去 都是一些怎么样 一些固定的一些数字 比如说像三角形嘛 就六十度啊 三十度啊 三十七 五十三 四十五啊 零度九十度 对不对 那有时候呢 考试如果要快一点 你可以把一些小小的结果记起来 考试权视觉占留 你把这个负 这个二分之R 这个未能把它记起来 负的八分之一 R分之GMM 好一样 分子分母同乘一个R R平方之GMM R叫做G 所以这里负的八分之十一 MGR OK 这个把它解完 好 那这个推导我们前面有推过 所以我就不在这里怎么样 不在这里再重复 算一次这个面积 来第三题 那如果以地表当领位面 那上述的答案会变多少 各位 那第三题就等于在考大家怎么样 领位面的变换 我们原来是以无穷也当领位面啊 那现在以地表当领位面 怎么办 各位 那你不用说 啊老师我地表当领位面 我在背另外一个公式 不用 其实我说 这就是很简单的 这个小学的数学 好 你原来地表的未能 以无穷也当领位面的时候 叫做负的R分之GMM 分子分母同乘一个R 叫做负的MGR 各位 好 这是什么 这是地球表面的引力场位 那以无穷也当领位面的时候 这叫负的MGR 好 那你这样想 我现在如果以地表当领位面呢 各位 这题目的要求 如果以地表当领位面呢 那就等于负的MGR变成零嘛 各位 那负的MGR怎么变零 是不是加了一个MGR 好 加了一个MGR又很简单 大家通通都加MGR 你原来的负的三分之二的MGR 加一个MGR 变三分之一MGR 你原来负的八分之十一的MGR 再加个MGR 变成负的八分之三MGR OK 解完 各位 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领位面的变换 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 好 那现在有一个小问题 老师 以地表当领位面 这个为什么是正 这个为什么是负 各位 很简单 你现在一栋大楼 对不对 你原来是以无穷高当领位面 每个地方都是负的 那你以地表当领位面 好 那你在地表上面二分之R 对不对 地表上面二分之R 那你现在在领位面的上面 就未能正了嘛 老师那为什么这是负的呢 因为这在地下室嘛 因为它在地表的下面啊 那地表的下面 这个未能当然是负的 所以如果你把地表当领位面的话 在地表上 这未能是正的 好 在地表下 未能是负的 诶 那个fu就怎么样 fu就出来了 你懂了吗 好 所以呢 这些东西对大家来讲 不再是一个公式 不再是一个数字 而是有怎么样 而是一个有感觉的物理 你要去感觉一下 诶 为什么这个答案算出来是正的呢 为什么这个答案算出来负的呢 其实一定有它的物理存在 所以这个题目呢 让大家基本呢 这个练习一下 怎么样算地球外面的 这个引力常位能 怎么样算地球内部的引力常位能 再加上怎么样 利用怎么样 利用这个领位的变换 算出怎么样 算出变换者的位能 到底有多少 所以等一下再讲一讲 自己做一次 不懂的部分 再随时回来看影片的解说